十字幕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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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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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十字幕 李宗盛 十字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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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十字幕 李宗盛 十字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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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十字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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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接下来我们 看一下你的考树 只要你不紧张 十字幕作 李宗盛 都会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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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让人更惶恐 谁人有谁放纵 谁会先让出自由 谁会先让出自由 最后一定总是我 双脚悬空 爱显得多么疏忠 我陷入盲目空连的宽容 成全了你万庄 宠爱的天后 我爱只剩诱惑 只剩彼此人生 别再互相折磨 因为我们都有错 推开苍白的手 推开苍白的尸首 管你有多么失措 别再叫我 心乱是最致命的费弱 我明明都懂却还拼死小众 我嫉妒你的爱 其实如何 像个人起高 举不下的天空 你要的不是我 而是一种虚荣 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疏忠 我陷入盲目空连的宽容 成全了你万庄 宠爱的天后 若爱只剩诱惑 只剩彼此人生 别再互相折磨 因为我们都有错 因为我们都有错 爱不再不再迷惑 足够去看清 所有事被对错 直到那个时候 你在我的心中 将不再被割售 将不再被割售 把你当作天后 不必再是我 好 现在我们来说到佳森的部分 佳森在台上演唱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 并且不怯场 不露怯 这样子的勇气跟力量感都是非常好的 在台上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佳森你在日后练习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演唱上面 是否需要这么强的力量去演唱 这个部分呢 可能可以跟老师稍微做一点讨论 比如说我在演唱技巧上面 我是不是有轻重的一个变化感 一个对比性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音准 音准的控制是不是需要控制的更好 那么在喉头稳定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更准确 让演唱的时候力量也是充满的 并且喉头也是更稳定的 让这个声音能够很平稳的表达出来 然后在表达这个声线上面的 更有所谓的轻重变化的一种情绪表达跟感染力 好不好 好 Zither Harp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怕吃到的人 慌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如果你的眼睛就无谓的青春 踩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怕吃到的人 这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如果你的眼睛就无谓的青春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知己的挂衣裳 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左眼的悲伤表演的倔强 看起来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最乎的答案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 慌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 左手的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只记得挂衣裳 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 左眼的悲伤表演的倔强 看起来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最乎的地方 你就是我最乎的地方 你就是我最乎的地方 左手的你呀 左手的你呀 右手的你呀 只记得挂衣裳 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 你就是我最乎的地方 年少的情况 赤目的伤 都等着被他原谅 原来你就是我 原来你就是我 违去的地方 好 艺燃的部分呢 让我感觉就是 我又看到了一个站得直挺挺的 在舞台上的一个歌手啊 其实真的不用那么紧张啊 就是不管我这句话是给艺燃说的 还是给所有的人说的 其实在台上的放松做自己 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享受舞台嘛 那么因为现在可能你们对舞台很陌生 或者是一个镜头架在你面前 你会觉得很拘谨 放不开 但是呢 总有一天你会很享受这个舞台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适度的 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打开 心里面的那份紧张不自在啊 艺燃的部分的话呢 我学的需要注意几个事情 就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面啊 就是特别特别 小心不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事情啊 大的力量不代表高音就是能够唱得很好啊 就相反的有些时候反而控制会不太好 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依然你在演唱的时候 不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拉麦 你看你回回回头看一下 回看一下你的这个视频里面啊 你的手不断的会有一个向下拉扯的动作 在手持话筒这个部分呢 像这个动作其实对于演唱者来说不是那么好的 把这个东西把它改掉好不好 就是不要去轻易的拉麦 尽量能够维持住稳定的这个距离啊 其他的声线部分其实都挺好 加油哦 谢谢大家 爱像一阵风 吹完它就走 这样的节奏 谁都无可奈何 没有你以后 我灵魂失控 黑云在降落 我飞在拖着 只不悄悄默默离开 陷入了危险别人 baby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 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 不离不开暴风却来不及逃 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再想 我不 我不 我不能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 我不能承受 我已无处可躲 我不要再想 我不 我不 我不要再想你 不知不觉 你一直离开我 不知不觉 我能再想想 不知不觉 有过来一个车 不知不觉 我该还能成功 静静悄悄默默离开 陷入了危险别人 baby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 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 不离不开暴风却来不及逃 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再想 我不 我不 我不能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 我不能承受 我已无处可躲 我不能再想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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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想你 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 我不能再想 我不 corporations 一路太暴光 将来不及到 我们能再想 我们能再想 我们 我们 我们能 爱与永恒 爱关球成功 不能承受 我一无处处合作 我们要再想 我们要再想 我们 我们 我们要再想你 你不见你 你不见你太后 你不见不觉 我跟了紧紧走 不知不觉 又过了你的事 不知不觉 看我什么 不知不觉 你已经离开我 不知不觉 我跟了紧紧走 不知不觉 又过了你的事 不知不觉 我变成了我 不知不觉 你不见你不过 不知不觉 我跟了紧紧走 红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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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在学任何 不管是学唱歌任何事情吧 想要把它做好的这个心 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 我觉得韩伯可能要有步骤的去一步一步来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在演唱上面的音准 音准这个事情呢 可能是列为你的第一要务 我们要解决掉音准的一个飘动的问题 或者是音 就是有时候唱不到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 这个部分解决了以后呢 我们才去解决其他的 比如说语感啊 声线动态啊 这些枪体的使用啊 这些东西 甚至一些音色的一个部分去调整 我们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先把我们的音准先做好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哦 你要加油 我喜欢你的努力 然后也请你为自己的音准拼搏一把 加油 唱一把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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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你所說的話 在我心中 熊了歌 愛的風聲 所以是 會彈 記憶 在我的心中翻滾 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像我一樣笨 就怕再問 對彼此都太殘忍 我能感覺 你換一個人 我的 當笑容換成淚痕 愛在崩潰的時候 比較著 太多疑問 知道答案又如何 原來容真 不需要千分 只要愛錯我一個人 心痛比快樂更真實 愛為何這樣的通刺 我忘了這世的祭祀 以前你就無法堅持 孤獨的幽抱更真實 愛讓人失去了理智 會不會是我太自私 拒絕更寂寞的日子 放不可憐 ou 看不見回來 難道這總不完美 才是愛心真實的 樣子 太多疑问 知道答案又如何 原来永远不需要天分 只要爱所以个人 心痛比快乐更真实 爱为何这样的放肆 我忘了这是你祭祀 以前你就无法坚持 孤独地拥抱更真实 爱让人失去了理智 会不会是我太自私 拒绝更寂寞的日子 孤独地拥抱更真实 爱让人失去了理智 会不会是我太自私 拒绝更寂寞的日子 放不开也看不见未来 难道这种不完美 才是爱心真实的样子 保持愚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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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愿 有一个比较直接 然后比较坚定跟勇敢的声线 虽然它现在还可能没有面临到变声期 但是在这个声音的处理上面 它是比较直给的 就是比较勇敢的坚定的 大音量的去唱出来 那么可能居民要再多注意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高音 还有话筒闪躲的问题 就是说到了高音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要用到很大的力量去唱高音 就是高音跟力量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可以再学习一下 高音的处理技巧 高音的唱法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到了高音的时候 你会有一点不自信的 像把你的头偏开话筒 这个可能未来你在演唱的时候 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在这个面对话筒的时候 要像你的声线一样勇敢 不要去躲闪 这个部分可能你要多多的注意 然后高音技巧我们可以学习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勇敢的那种 情绪感染力 你要尽量的把它表达出来 好吧 好吧 你会拨打脸 鱈鱈中美的教授架 鱈鱈跑到架 听说命运都不难 鱈鱈跑到架 鱈鱈中美的教授架 鱈鱈跑到架 相互捧捧的山水花 山泉 在地表蜿蜒 从文就文就以前 我有一种痴情的脸圈 谁身头惊慌曾烟 夜夜在中的招牧树苗的上面 都记得那年 在一个雨天 那七岁的我都在屋檐 却一直想去当鞦韆 夜夜瞅着眼 这唐朝鲁鱼鞋插进三圈 流传了千点 那天 我翻阅词典 差什么词言 形容意见 是很遥远天边 是否在海角对面 直到九岁 才知道浪费时间 这插招牧的罕见面 念了有二十难卷 镜头的里边 挑着我之中的脸 经过这些年 夜夜的手间 抱着水里 会有茶酸满脸 夜夜跑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鲁鱼跑的茶 听说明黑的温暖 夜夜跑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鲁鱼跑的茶 像泡泡的山水花 一千年那天 我翻阅词典 差什么词言 形容意见 是很遥远天边 是否在海角对面 直到九岁 才知道浪费时间 这插招牧的痕迹面 念了有二十难卷 镜头的里边 挑着我之中的脸 经过这些年 夜夜的手间 抱着水里 会有茶酸满眼 夜夜跑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鲁鱼跑的茶 听说明黑的温暖 夜夜跑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鲁鱼跑的茶 像泡泡的山水花 鲁鱼跑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鲁鱼跑的茶 听说明黑的温暖 鲁鱼跑的茶 听说明黑的温暖 鲁鱼跑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鲁鱼跑的茶 听说明黑的温暖 鲁鱼跑的茶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鲁鱼跑的茶 听说明黑的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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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汉可能在演唱这首 爷爷泡的茶的时候 让我感受到 这个小绿洞拿捏的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以继续扩大这个优势 扩大这个优点 让我们在演唱的时候 每一个剧的开头律动 包括节奏型在行进的时候 是不是更贴合这样子的 一个演唱的方式 就可以去琢磨一下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齐寒这边要保证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剧尾的音 拉得很长的时候 这个稳定就要很好了 就是可能在剧尾处理上面 气息上面的使用 或者是说猴头的稳定度 各方面 这个稳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些优势老师 他在这个歌里面的 这个长音巨尾 他是怎么做的 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的轻重是怎么拿捏的 然后他的声线 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他的情绪传染 传染力是不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去传达的 特别注意这个收尾 他因为拉了长音之后 不能让人家听起来 有点无聊了 所以可能要有一些 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东西功课 我就留给你了 好不好 那我觉得其实齐寒的声音 可以再更多的释放出 更大的能量出来 所以演唱上面 请更有自信一些 好 在这群人肩膀把你送到山脚 走了半天都还没走到奔谣 如果爬山就是一直在走弯道 有云无环绕 坏天气不停干扰 但就算登上山林其实也不算高 过了旧的光会有心的烦恼 当你跨过下个台阶下个庄角 会发现一扇比一扇高 越过后才能 像登上高山一床全里幕 过头看看感到不知先离路 怎么越走越高越云比雾 不如问问自己为客全米库 也许因为我听到刚入口 也许因为我眼睛上是高度酒 也许因为人家要往高处走 也许最小的东西不是到处有 什么想起什么还不懂 不过听起来是让人觉得迷恋 但是永远不会觉得满足的物种 就像那绝绝的天空采取极限 上山的路坑 你永远没有尽头的态恼 都永远不止疲倦 你来自于身上的一切 被踩在了脚里是那一片 等着爬得越来越高 脚底下的步伐越来越飘 因为只要站得高一点 才能看得越来越灿烂到预料 于是都绷进雷紧空腰 把山顶当作最终目标 为了可以拿的往迷人是无偿 全是拥有十何面包 把你送到山脚 走了半天都还没走到半腰 如果爬山就是一直在这弯道 有云雾环绕 坏天气不停干扰 但就算登上身影其实也不算高 过了就得过会有心的烦恼 当你跨过下个台阶下个转角 我已发现一山比一山高 越过后才能看到 自己仰望的街 心里为是中间的魔道的天 结果发现冬天不过 只是跨个路边 从你来的更新和山点 分开过去的片 不必留恋 给你堆满车马的桌上 谁都知道那就感觉有多棒 当我需要我继续前进 继续盲人摸下 继续高地来回像是寒线的波浪 继续用你碰撞 继续走到我路过路上 不够温暖的模动荡 离处跟那个类似 那里可以享受更多的重要 我想能不能够是由我自己来奉上 每空将来自行 当我站在圈 肩膀上能看到更加辽阔以后 甚至更加留着自己 谁爱不是一流微笑 全还活在这个茫茫宇宙 比起轻松打击那部分 你冲向山泥上的过程 我该中爱 那就后来巨战 往哪吵着比起 足部球发跟着主意澎湃 只能让人压力打到拉锯站 现在可以笑着当着画虚看 用力庆祝的生命 带着路上喝 现在游戏继续到了下一关 在这区人肩膀 把你送到山脚 走了半天都还没走到半腰 如果爬山 就是一直在走弯道 由于无欢照 快点起不停干扰 但就算登上山林 其实也不算高 过了旧的魂 会有新的烦恼 当你跨过下个台阶 下个庄角 会发现一山比一山高 越过后才能 我送 好 归员在演唱的部分 跟rap的部分 是两种不一样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演唱上面 来讲的话 我还蛮喜欢你的音色的声音的一个展现 就是让我听起来是舒服的 然后也是一个蛮吸引人的声线 但是到了rap的时候 我会觉得不太够 就是音色的一种力量 或者是一些比较态度的东西 可能会少很多 就是感觉一下子rap顶不住 虽然快嘴的部分 这些东西都会很好 但是我总感觉少了一点 情绪的一个支撑 就是情绪上面再张扬一点 可能再更像rapper一点 这种音色上的或者爆发力 或者是让我感觉到你在咬字 或者是态度上面的一种东西的展现 可能需要再琢磨一下这个部分 然后让rap的部分更精彩 让声线表达的更完整一些 这样子的话 演唱跟rap就是一个 感觉是会比较持平 比较一个不会某一个部分特别弱的感觉 现在的rap的部分的话 感觉没有那么的强势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部分 看看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一下 最复杂的自己 最学空的怀疑 最交情的情绪 最害怕告诉你 要怎么去救命 要怎么去冷静 要怎么做才能更把你忘记 是爱过的你 我其实其实无法继续 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 能不能不能再加一点你的声音 算我没熟悉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都结束吧 说心里话 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 难过去写在我手机 真的还需要你忘记 都快走吧 我晚点就回家 我穿过去写在想 我怎么去证明 要怎么去浪迹 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 是爱过的你 我其实其实无法继续 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我有问题 能不能不能再提供你的手艺 算我没出息 突然就在雨传的楼下 突然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读件书吧 是心里话 能够自私的人是你吗 难过只写在我手机 想的还需要你忘记 可快的光 我晚了就回家 既在的笔子是口里 没有还有没有录音 只有不简单的雨季 雨滴若想的声音 有种寂寞的频率 声音可以软化掉所有情绪 可否 就让这再一圈都落下 请你的美好都有一点代价 会好悔吗 会怀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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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当不同不恶吗 梦如就这样不讲话 想的让情分更尴尬 还过的梦 未来是心疼吗 好 现在讲到紫辰的声音啊 因为我听到紫辰的声音呢 就是有感觉到就是控制上面稍微有一些问题 可能是因为他生病的关系啊 所以他现在演唱的时候 有一些小的音准了 包括声线的一个控制 后头稳定的控制 可能不是那么的 尽如人意 但我相信呢 只要譬如说生病好了 慢慢恢复好 多加练习 这个控制力是会回来的啊 然后我很喜欢紫辰的声音上面 有一种就是 在那个高音的地方的一种聪容度啊 这个聪容度就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 不会很过分的发力去演唱 这种高音的这个状态 所以啊 我觉得紫辰你可以继续的 把这个高音的这个聪容性啊 可以继续的练的更纯熟一些啊 让自己听起来就是声音的这个张力 宽度都可以更好啊 这是我特别喜欢你的部分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多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生病好了 身体恢复好了以后 注意这个喉头的稳定 音准的把控 然后小心不要就是 让自己过度的使用这个嗓子 再唱歌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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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